接着我们要跟各位上课的内容叫做声音 第一个就是产生声音的物理条件 等一下会跟各位讲听觉 听觉是人的听觉 跟你的生理构造有关 这个就是不要管生理构造 讲外在环境的条件 要产生声音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东西要有急速振动 我们会讲急速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不够急速 我们的人听不到 所以我们说要急速的振动 像这样子 课本上取了很多的例子 很多的做法 比如说骨上面有一些米粒 敲骨的时候米粒会跳来跳去 表示那骨皮在振动 所以东西要振动才会有声音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 橡皮筋或者是你们弹弦乐器 吉他也好 小提琴也好 你去拨那个弦 插那个弦的时候 那个弦就会振动 然后你手一按 按住以后它不振动就没有声音了 所以这要告诉我要急速的振动 它才会有声音 橡皮筋或者是吉他弦 小提琴的弦都是这样 或者我们这个上课做过这个实验 敲个音叉把这个音叉放到水里面 那会溅起很多的水花 因为敲音叉 音叉震动的时候 它会把那个水溅起来 拨出去 然后所以它就会有不断的水花拨出来 然后你敲音叉 音叉有声音 然后你手一握住 不振动了 声音就消失了 所以告诉你说要振动才会有声音 那么 加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我刚刚讲过的吉他弦 小提琴的弦 或者是以前课本上说 把它音叉靠近一个保育龙球 以前说通草球 意思一样 就是一个很轻很轻的球 那球会跳来跳去 或者我们现在上一天 各位做过示范的 讲话的时候 手放在喉咙这里 就感觉到里面东西在震动 有声音的时候震动的 如果我只动嘴巴不出声音的话 那震动就不见了 所以要震动 很多很多例子 都是要有震动才会产生声音 所以产生声音的第一条路里条件是 东西要有急速的震动 东西要有急速的震动 第二条 老板讲过说为什么要急速 就是因为不够急速 人听不见 以后会讲到人耳听觉的范围 太低或太高 我们人都听不到 人都听不到 这是跟人耳有关系的 OK 那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戒指传播 要有戒指 声波是一个力学波 需要戒指 那很多戒指都可以传声音 所以在水里面也可以传声音 地板也可以传声音 但是我们国中教你的 基本上都是空气在传声音 空气是传声的戒指 我们上课有教的 基本上都集中在空气传声音的 空气传声音的 但是它不见得是要空气 它可以是其他的固态 液态气态都OK的 没有问题 OK 重点是它要有戒指 所以我们有做过 看过一个以前的实验 抽真空 铃声会变小 那个东西 OK 所以这都是要说明要有戒指 所以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东西要急速震动 第二个是要有戒指传播 然后呢 我们讲的是空气传声音 当初上课的时候 给各位画了很多的图 给你表达 我们音叉在震动 挤压空气 然后怎么样运动 那么那个重点的结论叫做 空气传声是一个众波 我们学的众波多 这是其中一个 所以你要记住 空气传声音是一个众波 这个众波 那以前有画过图 帮各位做过说明跟解释 那你把结论记住 然后众波需要靠戒指 我们教的是空气当戒指 空气传声音是一个众波 那么这个众波传到耳朵以后 这个众波空气有一书一命 所以它就压力有大有小 众波传到耳朵之后 就像你的耳朵 也因为空气的疏密 压力的大小 也跟着做振动 这个振动在经有一些生理构造 变成一些讯号 传到你的大脑 你的大脑就听到了 所以最后听到声音 就是你的大脑 就是这样 上次跟各位讲过了 从你的外耳进去 中耳 耳朵 三角听骨 听觉神经到大脑 这中间任何一个阶段出问题 你就听不见声音 就是所谓的龙掉 这是医生的事情 医生要知道你为什么耳聋 然后做矫正 我们没有讲那么多 就是所谓的生理构造 那我们会跟各位提的就是说 大家都一样 就是你外面 你敲音叉 音叉震动的频率 就是空气的震动频率 然后传到你的耳朵 就是你的耳膜的震动频率 这些都是一样的 这些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传声音 所以叫做听觉 最后听到声音的是你的大脑 然后因为人的生理构造的限制 所以后面要教 听觉会有个范围 听觉会有个范围 就是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 声音是什么来的 请注意 产生声音的物理条件 要有东西快速的震动 要有介质传播 就是你要学习 要记住的事情 OK